各位品牌企业的老朋友 新朋友 伙伴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有这么多人齐聚一堂 事实上我们是超过十年 我们应该是十一 十二年了 那为什么没有在第十年的时候 举办这个活动呢 主要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COVID-19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被锁在办公室 或者锁在家里 那我们在两年前 我们开始从小到小 小型的品牌剧场 开始跟我们有受辅导的业者 我们一起来讨论品牌的事情 那今天终于整个世界都开门了 台湾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在这十年之内 我们品牌计划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 大概会分这三个 品牌过去市 品牌进行市 以及品牌未来市 从这三个市里面呢 跟大家分享 这十年来的整体的发展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 关键的成功 品牌企业要发展的 关键成功因素 最后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整个品牌企业要 往前走的话 它的一些趋势的发展 大家有没有看到 前面的那个 这个video 因为那个video的时间很短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白点点 那些白点点 每一个点都代表一个 我们辅导过的企业 总共有871个点 有没有很棒 好 那这十年来 我们经历过什么 从这个图里面呢 大家比较近的 我们过去有看到 像这个欧债危机啦 还有就是油价暴跌啦 那可是最近这几年来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美中贸易战 还有看到COVID-19 然后还有这个战争的影响 那最近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高通膨啦 还有高利率的这个影响 让整个国际的经济的情势 都是非常的不稳定 那在这个不稳定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危机就是转机 我相信在座的企业 都是品牌企业 能够坚持这么久 能够做得这么好 都是度过不少的难关 关关难过 关关过 这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品牌企业 在座的品牌企业 尤其今天早上 受颁奖的几位企业 能够这个成为国际品牌 茁壮的非常强大的 这个原因之一 那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危机也是转机呢 那台湾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国际经济情势 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的品牌发展 展现了我们自己的韧性 然后还有就是很棒的一些 这个坚强的实力 那我们也看到品牌 其实就是在整个竞争激烈的环境 世界环境中 它可以创造差异化的 还有就是它的软实力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关键 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这个COVID这三年来 那包括后COVID的这个过程当中 整个全世界的经济景气都往下滑 然后大家等于全部都已经 冻结的情况之下呢 台湾其实我们的国际的能见度呢 其实是大幅的提升 这里面大家看到 不只是我们台湾自己看到 是国际上面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口罩国家队 在座的好几个企业 都是口罩国家队的成员 这个我所了解的 那口罩国家队的这个 这个影片也是我们的上影总经理拍的 那台湾Can Help 让整个世界上看到 我们台湾的实力 还有台湾的人民 台湾的这个品牌 对整个国际的贡献 跟我们的影响力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的知名的国际大厂 包括像挥达啦 高通啦 还有就是超围啦 这些国际大厂 纷纷都到台湾来 不管不只是说要找合作 那甚至在台湾筑脚 成立研发中心等等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前瞻 国际的前瞻的这个产业 包括像绿能的产业 包括像电动车 那甚至现在的低轨卫星等等 这些国际的大厂也来找台湾 做这个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一环 那我们从这个图 其实早上的Interbrand也有讲到这个图 这个图呢是指你如果做品牌的话 其实我们的品牌的企业的获利 会比一般没有做品牌的企业的获利还要好 那这个红色的呢就是Interbrand的全球百大品牌 它的这个股价的指数 会跟下面的Morgan Stanley 跟那个Standard Pool 它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差异 红色的就是我们全球百大品牌 那台湾的品牌价值呢也是连连成长 我们今天早上才公布 我们的今年的品牌价值 国际的品牌价值 前25大的国际品牌价值呢 又连四年破百亿 那我们从这个这十年来 我们看国际 台湾的国际品牌 我们发现它有个趋势就是 多元领域的这个百花其放 过去我们看到是很多是消费电子领域 可是现在像这个科技领域啦 健康领域啦 还有工业制造等等 都突飞猛进 那我们在这个经济部产业署的 支持之下呢 我们的这个品牌台湾计划协助企业 这个这十年来 我们辅导了870一家的企业 那相对它的量的数字 包括我们的品牌的营收 还有出口 还有全球通路 以及品牌投资等等 都是持续的成长 而且成果都非常的亮丽 那我们也过去从十年前 我们协助企业品牌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品牌企业是建议式 可是现在也看到很多企业 都逐渐是往深强度跟 托国际市场那边去迈进 那品牌除了能够创造溢价空间 我相信在座 做企业 品牌企业的业主都知道 除了这个能够创造 增加它的企业收益 还有就是它可以吸引 比较好的人才之外 那这三年 这四年来 我们也可以见证到 品牌其实是可以 这个弱化它的经营风险 就是COVID-19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品牌的价值 反而是更强 那这个是过去十年 我们看到的 那我们也从这十年来 我们协助了将近九百家的企业 我们也发现 有一些成功的关键因素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做品牌 你的品牌 你的产品 你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品牌的差异化非常重要 所以一个好的企业 你要做品牌的话 那你一定要有 自己先要有 我们的品牌的定位 那这个品牌的定位 品牌的策略要怎么做呢 你要先从竞争者分析 还有内部调查 市场分析等等 去找到适合我们 或者我们自己的 这个品牌定位 然后再去往下走 那我们在过去这十年来 我们的 有85%的 这个大型企业 还有就是91%的中小企业呢 都是在这方面 接受我们的 品牌管理顾问公司 也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一起来协助他们 寻找他们的策略定位 那有了策略定位 事实上我们过去 台湾的企业比较是以制造为主 那所以如果以制造为 为这个思维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会想到就是 大家都知道企业经营就是 产销人发财 那每一年在看企业经营策略的时候 都会说 就会给产销人发财 各个部门一个目标 可是呢 那这个就等于是各个部门 自己各自为证 可是如果是你要经营品牌的话 我们是以品牌的这个策略 为我们公司整个的经营的策略 所有的产销人发财的各个部门呢 会以品牌的思维去做 往前 作为他们这个经营上面的一个发展的蓝图跟方向 那有了这个品牌策略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当我们还没有跟外界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内部的沟通非常重要 那我们自己的同仁 我们自己的员工 还有我们自己各个部门 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品牌的策略 品牌的定位的话 那你其实是很难跟外界沟通的 那尤其像 你要走到国际市场的时候 这个内部的沟通 相对来讲就是更重要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经验里面 大概也有超过八成七的这个企业 他希望要来做品牌辅导的部分呢 就是在品牌沟通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品牌沟通除了我们的品牌 跟内部员工之外 我们还要跟stakeholder stakeholder沟通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台经院也在这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把我们的企业 品牌企业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一个就是新创品牌 一个是利基品牌 利基品牌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间企业 它在某个利基市场 它是非常强的 那还有另外就是领导品牌 就是它已经是国际品牌 就像我们的这个台大店 上银巨大等等 这些已经在国际知名 这个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领导品牌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成熟品牌 成熟品牌台湾有很多成熟品牌 包括像这个 像南部的 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 旧正南 像旧正南 这种或者是中国衣材 就是做口罩的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成熟品牌 那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 应该说不同阶段的品牌呢 其实它要发展的这个成功的要素 就不太一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事实上我们也因为这个 不同向线的品牌的发展 我们台经院也在去年出了一本书 那品牌 企业发展品牌 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老板的承诺 老板的承诺 我们中午还在讲对不对 老板的承诺是最重要的 那老板的承诺呢 就是老板的commitment 那老板的承诺要发展品牌 那可是老板的承诺不是只有老板一个人的事 就像我刚刚说的 内部沟通很重要 老板跟员工一起对于我们品牌的信念 品牌的承诺 品牌的发展 大家一起往品牌之路走 那过去大家缺乏的是品牌 清晰的品牌愿景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 内外部的沟通非常重要 那未来呢 未来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需要快速结合 这个趋势来应对 发挥未来的一个想象力 这事实上在早上的 Interbrand的那个专家的演讲 也有提到未来品牌 企业发展的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所以这边很快的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只有给我15分钟 所以我要讲很快 那我们看到未来 全球 这个全球的这个变局环境 一直不断的改变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也看到企业在经营呢 有六大商业模式的改变 包括原来的 你只是卖产品 可是呢你现在要结合服务去做 那原来呢 你只是实体的这个卖东西 你现在呢 我们是要朝数位的行销方式 要结合数位的行销 那原来我们只是用管道 渠道去卖产品 去提供我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服务 未来呢 我们是需要平台 平台结合平台去做我们的行销 去做我们的这个销售 那还有就是过去我们的企业的成长 是阶梯式的 可是现在呢 是用指数型的一个成长 那过去我们的企业在想事情的时候 还有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是线性的 就直线的 可是现在我们讲的是循环 很多事情都要做循环的思考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过去我们只想到说 我们的企业怎么样跟股东交代 那现在呢 我们不只要跟股东交代 我们要跟所有利害关系人交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CSR ESG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也看到2023年的 这个Boston Consulting Company也提到 全球的产业机会与风险调查里面就有提到 我们气候变迁其实是危机 也是转机 那数位化AI的趋势 大家要掌握到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变化的趋势 这个必须要掌握到 那我们看到品牌过去 我们在1950年的时候 品牌它只是一个识别 它只是一个identity 可是到了1980年来的时候呢 品牌它是资产 它是value 然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品牌它是体验 就是要让人去知道你的品牌 你去能够有深度的体验 参与这个品牌 然后2015年呢 更进一步的品牌是一个ecosystem 也就是说品牌 你在创这个品牌 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 你需要消费者跟你一起来共同参与 所以我们说消费者的想法很重要 你能够把消费者的东西 融入到我们的产品的设计服务里面 那才是正道 那现在呢 2020年 品牌是leadership 这个也是今天早上interbrand讲的 那个我们讲一个例子 特斯拉 特斯拉它是国际品牌 那过去呢 大家都在做汽车 那特斯拉为什么它变成一个 这个国际知名品牌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领导力 它领导这个风潮 汽车不是只有汽车而已 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下面的数字 这个前面30年 20年15年 5年的变化 品牌变化非常的快 那也因为这样子 环境的变化 风险的提高 消费者意识的抬头 大家想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品牌发展的议题 更加的多元 也因为更加的多元呢 所以我们今天有听到的 等一下我们会听到 永续的发展 品牌多元里面呢 它就包括永续的发展 还有包括国际的升级 还有包括海外的并购 以及全面的再造 那这些都是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我们不要说新创品牌 新创品牌做的做法有别的 那这个在当我们在发展品牌的议题 多样多元化的情况之下 我们今天有四位见证者 四位非常资深的speaker 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当然我们前面还有一个 我们很棒的管理顾问公司 来跟我们讲 现在整个品牌的一个发展 最后最后就是 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早上的 因为25大的颁奖里面呢 就有提到 面对趋势迭代的更新 那打造内外兼修的品牌 成功方程式 对内 Focus Focus 就是我们要用品牌为核心价值 去让全员工 全stakeholder都知道 我们企业 我们的品牌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理念是什么 对外呢 要拥抱改革 这个改革包括气候的变迁 绿色的经济 包括数位化的趋势 那还有就是消费者的变化 那因为时间快兴 所以呢 即刻开始 迎变力士 谢谢大家 IDA proudly marks the transformative decade for the more than 800 brands we have serviced we've ignited a great reset pioneering sustainabl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brand building across more than 180 different industries join IDA in this era of possibility where leadership meets digital DNA and brands evolve with a conscience Let's reset recharge and rebrand 感谢观看